这就是他和别人的区别 也是能走进他心里的原因 想到一个词语叫润物细无声 感觉比较能形容战哥对波波的爱 波波参加节目的时候不小心把脚给崴了 而且伤得还挺严重的 当其他人得知他崴脚的原因后 都在哈哈大笑 我想如果战哥在身边的话 一定又其又心疼 可以参考快乐大本营 波波脖子受伤 最真实的反应紧张又心疼 同样就算是闹别扭 虽然几天都没有见面 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增加的心伤 说明他对他的伤痕记得很清楚 波波的嗓子总是发言就老咳嗽 吃东西的时候就会第一时间提醒他 就像之前粉丝们看到他吃糖 觉得好可爱 哥哥的第一反应确实问他 是不是嗓子不舒服 拍摄的时候波波还得去录各种节目 就要挤出时间两头跑连轴转 他看着监视器里的波波 心疼的说变得好瘦好瘦 因为刚开始波波的造型被骂得很惨 于是就会特别在意自己的状态 脸会不会肿 于是战哥就会非常直求地夸赞他 不让他有压力 相信他俩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 大家肯定也会对他们很好 但就是只有彼此的那个人才可以 其他人都不行 就好好的吧